大家好,今天來繼續介紹OVA作品裡的大和號 所有資訊來自日本維基百科網站 大和號染20繼承了舊大和號的世界觀 大和號染20第18代宇宙戰爛大和號 由美國荷里活著名的科幻設計師 值得不得複雜設計的 故事在染20年完結篇後的217年後 在200多年內就有聯邦和蔡任聯邦 在銀行發展大規模的星際認真 其中第17代宇宙戰爛大和號被擊層 還有墜毀在不知什麼星 到2020年那顆行星的主角團 就發現了第17代宇宙戰爛大和號的建造所具和資料 並且建造新一架大和號 即第18代大和號 就是本作的主角籃 籃球分三個部份 藍獎室、小飛籃球和戰鬥籃球 第18代宇宙戰爛大和號 藍體全長逸400米 等級為單極使發動機 一座和兩座波動兩座 兩輪各三個跳一次使用的推進器 淡載武器 三連裝等離子附砲15座 三連裝等離子附砲4座 主砲可以升起發射 可以照顧兩人的敵人 三連裝等離子砲2座 這兩座砲1座在藍橋前後中間 這兩座砲還可以分離船體使用 亦可以作為飛機炸人 另外,藍橋後方加裝 雙連裝2座護砲 雙連裝防砲12座 藍橋後方加裝大量 不需要導彈發射口 藍手波動一座 第一個波動模式是單極使波動 單極使波動模式有兩種模式 第一個是梅進模式 第二個是康山模式 第三種模式是雙身性波動砲 第三種模式是雙身性波動砲 V狀波動是單極使能量和波動能量 去混合製成的高人跑 因為對於公司的貨產 所以看不到兩個高人跑 發射的效果是怎樣的 所以就怕太大了 很容易一路跑 一路走能量去發射高人跑 系南手前面有五個按推進器 負責噴頭和準備使用 系南尾都加裝上一些噴嘴 負責轉左轉右 大和號亦配備戰鬥機探索艇 逃生艇 艦長船 這架大和號融合了 地球聯邦和蔡人聯邦技術 但不屬於兩方軍隊 與此同時 大和號和蔡人聯邦有敵對關係 新宇宙戰艦大和號為一本漫畫 至於故事是怎樣的就交給大家去看 這套漫畫裏面的大和號 藍仔加大了 藍載武器增加了 還有裝甲用了特別的隕石製成 劍不可吹 類似 這套漫畫裏面的設定金庫無敵 這套漫畫裏面的設定金庫無敵 波動引擎1座 部載引擎2座 全長525.3米 重17.8萬燈 藍載武器 三聯裝主炮8座 甲板5座 藍底3座 三聯裝褲炮3座 甲板2座 藍底1座 這套大和號也保留了舊有大和號的導彈發射架 藍手波動炮1座 這座波動炮還可以跟主炮一起發射小空炮 護炮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紀蘭美加裝了新的安定翼 這套大和號航行速度比以前大和號快速10倍 大和號還可以跟烏托邦號連接運送士兵 這套大和號0號跟所有大和號系列故事沒有任何關係 這套作品裡的大和號的藍色設計 是繼續使用了新宇宙的藍大和號的適量設計 以及加入了原盤和大機業 之後被人笑它是一個爛船 垃圾船 引擎2座 不知道應該都是波動引擎多的 還有輔助引擎 這套船裡加裝了4個推進器 2個在機翼號2 另外2個在機湖 這套大和號的藍船內部 是存在大量的研究室和倉庫 是沒有人用的 所以可以說是空的 這套船也可以說是 根據運用程度進行改良的船 設計是可進發船和 臉藍基本數據 全長999米 藍闊720米 高294米 3個主推進器 4個輔助推進器 3座武器 3名裝主炮8座 甲板5座 南底3座 3名裝護炮5座 甲板4座 南底1座 這架大和齡號的主炮和副炮 擺車重新與世界南大和號的擺車 是一樣的 2元藍手導彈11門 2元藍尾導彈11門 2元雙聯裝諷炮小翼 4座 其中底部有3座仿炮 嘩 2元雙聯裝諷炮中翼30座 2元雙聯裝諷炮大翼26座 2元雙聯裝諷炮4座 2元4聯裝諷炮10座 2元煙炮中間收買了一些導彈發射口 但不太清楚這個數碼是對的 還有主炮還可以發射實彈 是導彈來的 不知道哪一條的加密 難辭 這張導彈發射口是改為火車收容口 專門收容的任何… 909的旅遊火車 對呀 不知道哪一條的加密 改密的加密是否有什麼 機翼大和三銀炮兩座 藍瘦波動炮一座 這次波動炮加裝了一百大銀花作物 不知道有什麼用途 因為波動炮都成了一套OV 沒有出現發射效果 稍稍在遊戲中出現波 大和0號還可以跟摩科羅巴戰艦合體發射大銀河炮 順便一提 電藍魔科羅巴就是新宇宙戰艦大和號內的烏托邦號 藍在機方面 大和0號配備了多架宇宙零色大很多 還配備了一些救護衛艇 至於起機方就看回那條大和號 藍底有兩個藍橋就是主要發射時空能量 製造儲 Maps 被大和0號進行時空跳躍 兩個器人兵盟收買一個隱藏能量護盾產生氣 大和靈好就只有這麼多了 如果算最帥氣的話 我個人的看法是第18代大和好 但Yamada的靈好這架真的很醜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就講副片和真人版 不過起之前就先講波龍炮 講他單身的背景和發射效果 不好意思今天的麥克風出了少少問題 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